我来要增加各位同学在考学测的时候你的答题的命中率 我们这边新的要讲究的一种能力是 真正正确的把文艺做翻译的动作 请不要小看这件事情 同学常常因为马马虎虎随便翻译大概看看 结果就造成你的英文能力事实上并不扎实 好,我们这个翻译的作业怎么做呢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范例 在词汇这个大题部分 我说请在选出答案并且贴在空格中后 把剩下的答案删除并且将整句翻译 什么意思呢? 以第二题为范例 In order to stay healthy and fit, John exercises 那我们的答案应该是regularly 我们就把regularly贴进去 好,然后把剩下的答案通通删除 OK Iregulary, he works out twice a week in the gym 好,接下来我们就把这整个句子做一个翻译的动作 这边教同学要怎么翻译 如果 比如说我允许你们使用 反正你们大概也会想到这一招 我允许你们使用翻译软体 只是你要知道 翻译软体 好,我们用翻译软体 可能你可以使用Google翻译 翻译软体 你进入这个Google翻译之后 你就直接把它贴进去 它答案就出来了 好,它翻出来的东西你也知道 常常会翻这个不三不四的中文 你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没有关系 你翻进去之后 请你自己做修正的动作 In order to stay healthy and fit 为了保持健康健美 好,这个很奇怪,对不对 什么叫做healthy and fit fit的意思 事实上没有错 的确就是健美 fit就是 你可以fit进你的衣服 听得懂吗 你可以融进你的衣服 那它的意思的确是健美的意思 那你可能就要改一下 为了保持健康和健美 那Google在翻译的时候 它的斗点 它就是早翻斗点 好 John 什么它的作品 这个都不对 好,所以你这个地方应该改成 John定期运动 然后后面 He walks out twice a week in a gym 应该是 他每周 去健身房 健身两次 这个才是应该有的翻译 所以你要用Google 来翻译 没有问题 可是请你确定 你要把它修成正确的翻译 这应该不是一个很困难的 一个功课 好,第二件事情就是 当你发现有哪一些 中文好像没有办法直觉 直觉翻译的这些结构 我们以第一题来讲 Did not come as a surprise to John 没有来到好像是一个 surprise 对于John来说对不对 他的中文是翻成什么 他的中文是翻成对于John来说 并不算是个惊讶 好,这个地方 你发现中音的翻译是有落差的时候 就请你用灰色的往底 把它框起来 请各位同学绝对不要偷懒 这个动作很重要 因为这个就是让你发现中音落差的地方 也就是你要学习的空间 所以拜托各位同学 请你真的好好执行这件事情 这是对你好 不要觉得这是我要求你做的某个多余的工作 好,所以这个地方我们来看 这一句基本上几乎是非常的直觉 所以我不会框任何特别的地方 好,这个是词汇的翻译部分 我们现在来看第二大题 综合测验 好,综合测验 一样,你把你的答案选出来之后贴进去 好,第16题我已经贴好了 好,所以你这边看到 这个下面已经没有第16题 因为它已经被我删掉 贴进去之后 一样你可以用Google来做翻译 没有关系 但是请你确定 请你确认 最后翻译是要由你自己修正过 OK,那在这个地方我也是一样框出 有些跟中文翻译不太直觉相对应的地方 我们就把它用这个往底框起来 好,请注意 所以第一部分我会有 我会写以上由Virginia负责 就是从这里以上的全部都要由Virginia来负责翻译 那我们来看这里由Howard负责 就是从这里以上一直到Virginia以下 都是由Howard负责 这一段由Gin负责 那这一段由Kevin负责 这一大块 好,那我们现在来看阅读测验怎么做呢 阅读测验的做法 一样也是把整段做翻译的动作之后 你发现有这个跟中文在翻译上有困难 有这个有很大不同的地方 你就把它框起来 好,框起来之后 中文的部分也框起来 然后这一大题的重点是 各位同学你在做翻译 对不起,你在做阅读测验的时候 你的第一个挑战是要看懂文章 第二个挑战是要看懂它的题目 很多人根本是因为题目没看懂 所以答案也写不对 所以请注意哦 你要翻译的部分还有题目 以及它的答案 如果你觉得有什么直觉上翻译很怪的 也请你把它用这个灰色往底框起来 好,所以这一个大题的部分 由Jenny来负责 那这一个大题部分 由Judy来负责 这一大题由Stanley 而这一大题由Paul来负责 好,那也许你会觉得 有些同学做的比较长 有些同学做的比较短 不用担心 我们会照顺序 我们以后都会照一个排好的顺序来轮流 所以每个人都会轮到不同的题型 OK,那请稍微注意一下 你的这个对齐的部分 跟我们这个翻译 跟我的对齐做的一模一样 好,做完之后 当你的答案做完之后 请你不要用word寄给我 麻烦你就直接 譬如说你的功课是这一块 你就把这一块复制之后 贴在你的email当中 再讲一次 不要用word档案寄给我 直接贴在 你的email当中 把它寄给我 譬如说像这样 我们就直接把刚才那一块 全部贴进去 在email当中寄给我 如果你用word档案寄给我 一律推荐不收件 OK,thank you